中国最贵的麦巴赫,不是王健林的麦巴赫57F,也不是马爸爸的麦巴赫62F,而是麦巴赫7柏林 麦巴赫7柏林起步价超过1000万,比劳斯莱斯幻影还贵 全球限量100辆的麦巴赫7柏林中国大陆有多少辆? 分别都在哪些城市?哪个城市最多?一起来看看吧,结果颠覆你的认知 为了方便以后观看,建议点赞收藏 云南省昆明市有一辆麦巴赫577柏林,北京也有一辆 虽说北京的麦巴赫超过百辆,不过7柏林就发现一辆 577柏林和627柏林最大的区别就是车身长度不同 57指的是车长5.7米,62指的是车长6.2米,57是蓝牌,而62则是黄牌 目前,上海市的麦巴赫7柏林最多,一辆,两辆,三辆,四辆,五辆,六辆,七辆 这七辆都是互牌麦巴赫627柏林,另外还有一辆互牌577柏林 除了以上城市,江苏省南京市也有一辆627柏林 另外山东省日照市,内蒙古厄尔多斯,重庆市,广东省汕头市,海南阳浦经济开发区 都能看到627柏林的身影 2009年,麦巴赫627柏林在国内的指导价为1298万,不包括选配 如果选配一下,堪称中国最贵轿车 论价格,连劳斯莱斯幻影都自叹不如